欢迎来到下水道,我是希哥 佛洛伊德说,梦是人类投往潜意识的道路 你是否常常做梦 有些梦里所发生的事情是否常常感觉似曾相识 又或者有些梦真实到 而你完全分不清楚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 梦境至今都还存在许多难以解释的神秘性 例如做梦的预言 又或者非常清晰的语知梦 也有些人可以在做梦的时候 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梦 不但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情绪转换 还可以随意控制自己的言行举止 这种梦要叫做清晰梦 今天要分享的是一本非常有名 与梦有关的都市传说 接下来我会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 方便大家共为其体会这个梦境 我做了一个梦 而世界为之颤抖 我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境非常真实 不管是看到的东西 还是身体感受简直都跟现实一模一样 但这是一个清晰梦 以前也偶尔会做这种梦 虽然非常真实 但头脑里就是知道自己在做梦 有时候还可以控制梦境的内容 就是在梦中 我站在一个阴暗 而且空无一人的月台上 有点像车站 但也有一点像娱乐园设施那种感觉 气氛阴沉到让人觉得很郁闷 这时车站里的广播响起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电车即将进站了 倒上了电车的话 你会遭遇到很恐怖的事哦 声音也是死气沉沉的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境让人非常不舒服 没多久 电车进站了 与其说是电车 还比较像是游乐园里面 类似猴子列车那种的设施 车上有数位脸色难看的男女 排成一列的坐着 我边走边想着 嗯 这真是奇怪的梦啊 但也想试试自己的梦 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恐惧 于是决定搭乘了辆电车 我心里想着 反正如果真的恐怖到不行 再醒过来就好了 只要集中精神醒来就好 上车后 我便坐在 从后面出来第三个的位置上 周围的空气有点闷热 风也是微热的 这真实到不行的临场感 真让人怀疑这是否是梦 这时广播传来 电车又出发了 我怀着不安又期待的紧张心情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电车一出站 就立即进入了隧道 隧道中的照明是片紫色的光 身体气氛有点诡异 我心想 这隧道的景象 很像是小时候在游乐园搭过的 鬼屋小火车的景色 这部列车也只是猴子列车而已 或许只是某种鬼屋试探之类的恐怖吧 这时 广播又响起了 下一站是火切拼盘 是火切拼盘 呃 火切拼盘 吃生鱼片那种啊 正是这么想的时候 后面突然突然尖锐惨叫声 若是依照鬼屋小火车的印象的话 应该也没什么好怕的吧 但等我回头一看 发现坐在电车最后面的男人 身旁聚集着四个穿着破烂衣服的小人 再仔细看 那男人的身体被刀刃切裂开来 真的就像火鱼拼盘一样 空气里面漫着强烈的血腥臭味 与男人发出震耳欲容的哀嚎 小人把男人的内脏 一个一个的从他身子里面取出 在面前的脏气散落一地 在后正后方 有一个脸色非常不好的仓发女子坐着 虽然他后面有这么大的骚动 但他也只是静静的面朝前面坐着 好像对后面发生的事情毫不在意一样 对于这超乎想象的发展让我吓得瑟瑟发抖 也开始对这个清醒梦感到害怕 不过还是看看情况再醒过来吧 一回过程 最后面的座位上 已经看不到男子的影子 只残留着红黑色 像是血跟肉块的东西 而我身后的女子 还是毫无表情的凝视前方 略差继续缓缓前进 暗静了一会儿 广播再度响起 下一站 是挖出来 是挖出来 那一床瀑布的小人 跳到女子身旁 拿着金属制的汤匙 搓进女子的眼窝 用力来把她的眼球挖出来 只要刚才还是没有表情的她 脸部因为剧烈疼痛变醒了 就好像鬼怪一样猙獰 在我身后发出气力 又打伤的惨叫 几乎可以把耳膜震破 两颗眼球从眼睛里飞出来 心血见得到处都是 四周从此的血跟汗的味道 我吓到身体缩着发抖 想说也差不多了 可不能再陪他们这样乱搞下去 不然照顺序来算的话 下一个就是坐在第三个位置的我了 不过还是很好奇 轮到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内容 感觉确认了之后再醒来也不迟 所以还是继续坐着 公播开始放松 下一站是绞肉 是绞肉 下场会如何 凭我想也知道 我变集中精神要从梦中醒来 从梦中醒来 醒过来 平常只要这样集中精神 梦念就能成功醒过来 突然间 听见轮盘转动的机械声 这次 虽然站在我的膝盖上 拿着奇怪的机械靠近过来 我心里一惊 那大概是要把我做成小弱的道具吧 忍不住紧闭着眼睛 心中拼命梦念着 从梦中醒来 醒过来 机械的声音越来越大 我的练义精可以感觉到 机械的风压 这座瞬间沉浸了下来 总算好不容易从恶梦中醒过来了 梦门声大喊 眼泪流个不停 我从床上爬起来 走到厨房 过了大浪的水后 终于冷静了下来 虽然恐怖到跟真的一样 那我们就是梦而已吗 我这样反复催眉着自己 隔天到学校 把这个梦讲给所有朋友听 但大家都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毕竟只是梦嘛 之后过了四年 我上了大学 完全忘了这个梦 过着充实了大学生活 就在我意想不到的那个晚上 这个梦突然又开始了 是从那个女子的场景开始 下一站 是挖出来 是挖出来 我立刻就想起 是那一个梦 两个小人把那位女性的眼珠 挖出来的地方 也跟上次完全一样 而这次 却怎么也醒不过来 下一个 是脚肉 是脚肉 积极声越来越近 小人用着经典的力气 也包着手 拉到脚肉机的上头 瞬间 稍微安静了下来 又逃过一劫 正要把眼睛张开时 却清楚听见了 那广播的声音说着 你还要逃走吗 你下一次来 就是最后一次了 先看一看 我果然已经完全清醒 正躺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肯定最后听到的广播 绝对不是梦 确实是在现实世界里 没听到的 这个故事到这边 就算是分享完了 作者也说 自己做好 下次再梦到 就会心臟麻痹而死的觉悟 这则故事 之所以变成独自传说 在于人们纷纷表示 看着这个噩梦的人 睡觉的时候 会进入一样的列车 做一样的梦 操操闹闹一番 最后是一个 不寻常的噩梦定案 没有人相信 这是真的 但有个细节 可能一般人不会注意到 2005年 日本兵故县出现一则新闻 一位高中生又会长期失眠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根据报道 他的母亲表示 男高中生失眠 是从前几个月 一次割碗自杀开始的 据说 男生声称 缩暗上 口部的伤痕 并不是自己动的手 而是在梦中 梦大一群的小人 打算生吃他 他惊醒后大脚 父母冲进房间 就看到满虫的鲜血 和手腕上 很深的割痕 但父母觉得 这只是他 升学压力大 才会做噩梦 闻友之类的 并没有财信 关于梦中小人的说法 但从那天开始 他就不敢睡觉了 他把不小心一睡觉 就会进入那个梦境 最终受不了这种压力 才选择亲身 结束自己的性命 他的说法 至今都没有被他的父母财信 但让人不禁猜想 他说的是否是真的 真的有那个世界吗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大家要知道的是 世界各地 都执行过 在噩梦中死去的案件 他们不如热童 都提到了 列车 小人 怪物 也许有一天 在我的梦中 也会不经意 和这个世界重叠 那时 我们又该如何 生存下来呢 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边 大家做过 恐怖的惊喜梦吗 欢迎在底下 跟我分享哦 如果听完这个故事 晚上做了一样的噩梦 请大家也来分享一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别忘了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 我是希哥 我们下次见